一名来自中国的女交换学生是在卖场买行李箱的时候被人给偷走了三千块 不过因为他是外籍生将全身撞下就剩下这点钱而已 急得不得了不知道该怎么办 那么事后赶紧报案警方调阅相关监视器 就在卖场里头找到了这名偷钱的陈姓男子 原来他把钱塞在鞋垫下还继续当没事晃 不过最后呢钱是呢被找回来了 将女大生松了口气还说台湾的警察实在太强太厉害了 这一段时间就会说台湾的警察